觀眾朋友如果走一趟新北市的話呢 可能會發現有許多空地又有開始有大動作了 這些地方被計畫要推動大型的建案 因為呢 根據助展雜誌的統計 國內目前呢 有九個大型的建商 傾向推出百億級的超級建案 紛紛投入開發大面積 並且還推出了總銷金額 超過百億元的指標建案 不過呢 這個結果也讓六月份 已經正式上路的奢侈粹的打房成效 充滿了問號 開好新北市新莊的銷售熱度 國內一家大型建設公司 六月再乘勝追擊 在新北市中和區加碼推出 總銷五百億元的建案 如果你的暗量會要看土地大小 那如果你的土地一直在增長 當然你的總價相對就要高 所以你的資金就要多 這是因為供需的問題增加上來的 最近像這樣的百億建案還真不少 根據助展雜誌統計 儘管奢侈稅六月已正式上路 但建商看好未來幾年的發展 所以在近期或下半年 一百多億元的重量級建案越推越多 區執一算就九個建案 規模最小就一百億元 最大的更高達五百億元 總計一千多億元的大量 而這些指標個案 應對房市具有指標性 因而備受市場矚目 要玩就玩大一點了 所以它的規模可以推好幾年 所以土地擁有甚至五六萬坪 它可以推個好幾年這樣來看 其實它的價格 我知道了甚至不便宜 雜誌分析 生殖稅的短期效應 只造成成交量微幅下滑 但售價並沒有因此跟著下降 反而是持穩甚至有微幅上揚的趨勢 目前看起來房價都還沒跌 所以我還是希望房價有下臉的空間 雜誌表示百億極超級重案的推出 因強大的廣告行銷 勢必引起購物民眾的注意 大型建商為了符合經濟效益 只推出了大型建案不推小建案 在房市面臨生殖稅的考驗時 成為建築業推案的獨特現象 記者石小青 陳昌為台北報導